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运用跟呈现 他从现代医学的眼光 他仿佛带着我们去进入一段段的历史穿越剧 从现代的角度去看这些古人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状况 到底在医学跟病理上 甚至于在心理上有什么样的现象 比如说呢 从秦始皇的角度 他的焚书坑儒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上面的残疾 购楼镇 再来 在三国历史上 我们说水淹七军 这是关羽的名作 而那个被淹七军的那位名将叫于静 他到最后 是不是因为心理疾患而死掉的呢 而关羽呢 关羽让人最称道的就是刮骨疗伤 而这个刮骨疗伤 真的是因为关公的勇猛 还是因为华陀他的一个用药非常的厉害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呢 读这本书最大的趣味就来自于 当你稍微有接触一点历史 又想要享受文学 然而又对于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观点 怎么看他们当年的言行举止 身心状态 那我想这本书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好奇心 又能够帮助你补充一些重要的知识 那当然这里面说到的古人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说真的在阅读起来 其实是蛮容易读的 读起来也蛮轻松的 所以呢 我左思右想就帮大家选择其中的一篇 这一篇呢 他谈的是一位三国后期的名将 叫做邓爱 那邓爱他本身有什么样的毛病呢 他有口疾的毛病 现在我们说一个人口疾的状况 会用齐齐爱爱这样的一个成语 他的出处就来自于邓爱这一位 那会选择谈邓爱这一篇 当然也是我自己的私心哦 因为呢 这一阵子又重看了一个历史剧 就是军事联盟 他谈的是司马懿的故事 而其中邓爱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我就跟你分享 谭剑桥在他这一本书当中 谈到的邓爱 我们常常用齐齐爱爱来形容一个口疾的人 齐齐说的是汉初的一位名臣 周昌和刘邦在争辩的时候口疾的迥样 而爱爱说的是三国名将邓爱的故事 在历史上呢 能够把自己的名字变成是一个成语 传于后世的其实不多 而邓爱呢 他不是才高八斗的文学家 他是一个出生于平民草根 算是一个早年是鲁蛇 后来中年逆袭成功 成为一个战功显赫的军事家 这样的角色 邓爱在司马昭面前自我介绍的时候 讲话结结巴巴 在自我介绍说自己叫邓爱 变成了邓爱爱爱爱爱 然后司马昭就笑话他说 你说爱爱爱爱 到底有几个爱 意思就是说 你这口气有完没完 那邓爱当然心里不高兴 但是很镇定 帕林记一栋回答说 在论语里面有缝隙缝隙这个词汇 其实也是只有一只缝 但是说了两次缝隙缝隙 其实口气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当年文坛才子司马向如 也是口气的患者 然而在史记的司马向如列传当中 其实毫不掩饰地呈现出 司马向如因为口气 而反而变得比较会写作 所以口气是一个语言的障碍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口气呢 其实以现代医学 没有找到明确的原因 没有找到那单一的因素 但一般认为它形成的原因 可能是一些遗传啊 神经生理啊 等等综合因素造成的 不管在心理和情绪因素 都是部分的起因 但不一定是全部的理由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口气 当成是紧张引起的 所以说话起来就没有流畅性 常在某个字音上面出现停顿重复 那很多患者在说话的时候 第一个字会说不出来 而且越说不出口越急 越急就越说不出口 所以呢 总是经过很大的挣扎 要配合其他的动作 比如说跺脚摇头 他才能够好不容易地发出第一个音 这叫做难发性的口气 又有一些患者哦 他是在某一个字音上 他要重复很多遍才能说得下去 比如说请干干干干干干杯 这样子 这叫连发性的口气 而邓爱属于连发性的口气 其实出生草根的邓爱 他原本最合理的命运 就是终老一生 默默无闻 事实上不太可能有机会 跟司马昭这样的大人物对话 但是呢 在三国志里面写到哦 邓爱他年轻的时候 非常勤奋苦干 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小公务员 结果因为他口气 竟然被认为哦 他不试任担任重要的职务 所以只好让他当成是一个 很低层很底层的小官吏 所以想必你是邓爱 在早年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既自卑又挫折 可是老天爷经常是这样哦 你某些功能的障碍 可能就会创造出你某些功能的优异 所以呢 邓爱他尽管是口气 但是呢 老天爷却给邓爱坚忍的性格 其实就像是司马向儒 虽然他口气 但是他的情意跟他的文章 真的是非常好 历史上还有更多人 也有这样的状况 虽然电视剧把季晓兰塑造成铁齿铜牙 但是事实上再真实的季晓兰 也是个口气患者 如果要列出国外的例子还更多 法国杰出的统帅拿破仑 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丘吉尔 在他们早年 其实都有口气的毛病 可是他们的思辨能力非常的强 他们能够打动听众的 不是那些厉害优雅的词汇 而是实在的性格 这个部分我想哦 在邓爱身上也是得到具体的呈现 所以如果回到邓爱身上 他知道自己有口气的状况 所以他在内功上面 非常的用心 完善自己 他很刻苦学习 博览群书 而且精于思考 他从日常工作里面的点滴去耕耘 他细心观察很多庶民底层的一个现象 所以他虽然身为一个小官吏 但是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对于他一切能掌握的部分 遥如指掌 也因为他生于战乱 所以他非常喜欢研究战争 他每次看到不同的地形 他都会很实际的去勘察 并且模拟 如果今天要安营扎载 今天要指挥军队 他要怎么做 尽管他身旁的人都笑他 想说你怎么可能有出席 但是他依然不介意 依然努力做他该做的事情 所以像这样的人 其实往往都活出 准备好这三个字 只要机会一来 他反而就能够抓住 并且顺势而上 所以到了他年届不惑的时候 他到朝卫中央政府 所在地洛阳 去汇报他的工作 他在大庭广众上 把他认为应该要做的屯田管理 介绍得非常完整 他虽然有一点口急 但是呢 所有听到的人 都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 他第一次面对一群国家的领导人 就展现出泰然自若的大气 虽然表达没有非常流畅 但是呢 在他的条理当中 可以看得出 也感觉出他的真知灼见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这之前 其实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就很重视 自己公众表达的能力 不管是你想到的 任何自我训练方法 他都很刻苦的 去自我要求 而且在那个场合里面 在朝堂上的那些高官里面 有一个老先生 长着一双像老鹰般的锐利眼神 他对邓爱的表现非常的赞赏 于是呢 这位老先生就破格拔着邓爱 成为中央机构的官员 后来升任上书郎 从这之后呢 邓爱他的才华 就得到了发展的空间 官运亨通 平步青云 他的内政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同时最难得的是 他又非常懂兵法 能文能武 所以慢慢的从行政 转为职业军人 到了西元263年 朝魏的相国司马昭 他看到蜀国的内政 非常的混乱 民不聊生 防守是有漏洞的 所以呢 他就下令大举讨伐 而邓爱被任命为真兮将军 参与了这场战役 他身先士卒 利用殷平这个小道 出其不意的骑袭成都 一举把蜀国灭掉了 其实如果回顾历史 邓爱主导的偷渡英平 这个战役 他可以堪称我们在战争史上 历次入川作战当中 最出色的一次 他已经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了 然而回头来看 当初那一个慧眼式英雄 那位有着老鹰般的眼神的老头子 他其实就是司马昭的父亲 日后掌握大权的洛阳太尉司马懿 好的 关于邓爱的故事跟你分享到这边 这也只是这一本书 历史课听不到的奇闻当中的一篇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的故事很有趣 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 并且享受阅读乐趣的话 我想这本书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需求 最后呢 我常会有个感觉 阅读可以是很目的性 可以是很工具性的 但是阅读它也可以只是一个享受 这本书对我的意义来说 就是一份享受 然而在这享受的过程当中 我又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启发 就像是邓爱一样 其实成功本来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今天一个天生缺乏的人需要如此 而你我如果没有明显的缺乏 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希望这一段有声书评 能够带给你一些帮助 谢谢你的收听 也期待未来我为你推出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再会